這個真的是我第一次 坐在這麼神奇的地方做溫泉 是迷你版的個人湯屋 其實坐在這裡 就已經聞到很濃烈的花香味 現在你們看到這個紅色的溫泉 它就是藥草池 這個真的比較溫和 可以養身,而且還可以更加放鬆 這裡就是他們室外拿湯的部分 拿湯看出去的景氣是絕美的 一定是非常厲害的 光色的溫泉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岩盤肉 台南關子才會有泥漿溫泉 對於皮膚是非常好的 台灣十大溫泉一到五名 今天就要揭曉了 但在台灣最便宜的公共溫泉 浸足肉,甚至完全不用錢 你知不知道溫泉除了我們常見的 浸湯之外,還有乾式的溫泉呢 浸足肉,還可以順便去角質 讓你看看皮膚清道夫的真面目 頂級湯屋,還可以順便享用 當地的特色料理 配上生活儀式表演 體驗身心靈,完全放鬆的享受 浸美人湯,還可以被青山綠水環抱 令你完全沉醉在大自然當中的體驗 絕無僅有 繼續享受台灣十大溫泉吧 港島溫泉 絕對不能錯過最便宜的溫泉公園 成立十多年 深受台灣溫泉愛好者的朝聖之地 除了環境安靜清幽 一片綠油油之外 交通都相當便利 距離黑運站都不到十分鐘的路程 最棒的是它完全免費 去哪裏可以找些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還是快點跟著Erica出發吧 就不買關子了 這裏就是宜蘭的朝溪溫泉公園 作為推廣溫泉的地方 這裏免費 令到所有的遊客都可以來 浸一下粥湯 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都開房 除了溫泉之外 2021年 他們還跟台灣知名的插畫家合作 加入了兔仔的裝置藝術 成為了熱門的打卡景點 你看看這三隻泡湯的兔仔 看著他們這麼放鬆的樣子 就知道他們有多嘆 我們也要來體驗一下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進來這個浸腳的溫泉之前 記得要去那邊洗一洗腳才進來 要注意衛生的問題 其實我現在浸的這個溫泉 水不算太深, 也不是很熱 差不多40度左右 所以適合小朋友來 還有這個溫泉是碳酸輕立泉 還有它的水是流動活水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乾淨的問題 可以看著這裡綠油油的樹 浸腳真的令人舒服一點 這裡的溫泉是用溫度分別的區別 我現在浸的水深一點和熱一點 差不多43度左右 不過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這裡是免費的 不過如果你覺得不夠厚的話 其實這個溫泉公園還有一個湯屋 差不多港幣20元左右 是不是也很便宜? 如果你像我這樣一個人旅行的話 就記得來體驗一下 這裡也不僅僅是浸腳池的 他們還打造了一個 浸全身的森林風呂 價錢更加出奇地便宜 大約港幣20元 這個真是宜蘭最便宜的溫泉 但是外於他們是大眾裸湯的形式 所以就不方便拍給大家看 所以下次來到朝溪 真的不要錯過這麼超值的享受 來到台灣南投 一個全島唯一不靠海的城市 三明水壽就是它最大的特點 今天我來到的這間酒店 距離日月潭水舍碼頭 車程不足兩分鐘便到了 還有,這裡最特別的 就是有乾和濕的雙溫泉 濕溫泉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但乾溫泉又是甚麼呢 這裡就是他們的乾溫泉 它也有第二個名字 叫做岩盆浴 他們引入了日本浴村的岩盆浴設計 去打造這個溫泉 好了,現在我要去換這件浴衣了 去浸乾溫泉當然要穿浴衣了 我們的畫叫做日式乾溫泉 是因為我們並不是直接泡在那個池子裡面 我們是泡在石頭上面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環境濕度 60到70% 再搭配溫度 38度到42度 達到排毒排暗的效果 所以我們才稱作為乾溫泉 這個就是乾溫泉 乾溫泉有分三部曲 第一部曲就像我現在這樣 泡在這裡 這部曲可以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以及增加你的新陳代謝 你的身體和內臟 這個時候就是泡15分鐘 令到他們的溫泉可以提升 剛剛試完第一部曲 其實就要出去泡5分鐘 然後喝一杯負尼紫水 再進來就是我現在的位置 就是第二部曲 就是打斜地躺在這裡 這個位置就是幫助你去通淋巴 完成了這個第二部曲 就要出去泡5分鐘 就可以喝一杯檸檬水 是不是很健康呢 然後最後就是第三部曲 好像平時睡覺一樣 這樣躺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繼續享受一下 這裡的乾溫泉 這個位置就是幫助你的背部和脊椎 也會感覺到越來越遠 下面的石頭 這裡也是做15分鐘 然後再出去休息5分鐘 又是喝一杯水 那杯水就很特別的 就是我剛才提及過的 就是浴村製的水 這個乾溫泉的石頭 真的不是隨便撿回來的 它們特別隱進 同樣以溫泉聞名 日本秋田苑採集的天然藥石 又稱為北投石 配搭軟紅外線技術 令到這些石頭釋放出微量元素 令到睡在上面的人 都可以快速地排毒、排汗 有助於身體的代謝和循環 剛才我覺得 還沒推開門進去之前 就已經感覺到裡面的熱氣溶出來 然後一開門 就看到乾溫泉原來 是要躺在很多很多石頭上面的 就在想會不會很不舒服的 不過真的躺在這裡做了三部曲 躺在不同的位置之後 原來你會慢慢忘記了 自己是躺在石頭上面的 而且我覺得感覺就是 會慢慢令你整個人很放鬆 然後你會覺得肩膀沒那麼重 還有出現一身汗 會讓人很放鬆,但又很精神 難得來到這裡 我們當然不會錯過 他們的獨立湯屋 這裡是比非住房的遊客 所設立的湯屋 因為他們的客房 可以享受自己房內自己的浴池 南投這邊的溫泉水 屬於碳酸氢鹽泉 也是台灣俗稱的美人湯 這樣Erica,豈不是越浸越漂亮? 這裡浸溫泉真的很舒服 我現在置身的這一間 就是這裡的湯屋 想不到日月潭 也會有這麼漂亮的溫泉浸 這裡是特地為了一些 不是要住在酒店 不過又想體驗溫泉的人而設 還有我們看看這裡的空間 很大和舒服 它分了兩邊 那邊可以浸冷一點的水 這邊是用了碳酸氫療泉的水 你看看沒有顏色 還非常清澈 台灣人會叫它做美人湯 因為浸完之後 很滑溜溜溜 適合我們這些女士 除了溫泉之外 山明水秀就是它最大的賣點 這間酒店 來搭船游湖的日月潭 水舍碼頭車程都不到兩分鐘 背後有台灣小百岳之一的貓蘭山 下次來到台灣 真的記得來這裡享受一下 因為這碗雙營有個包吹魚 其實是否讓人家經常吃到 這些雙營的沖胖 你不養一流 我會 northively過溫泉的海老 好客人 就是浸溫泉水 而且每天都要去泡溫泉 唯一泡溫泉的海老 我們要去泡溫泉, 去泡溫泉 所以要去泡溫泉 就是浸溫泉 是甚麼呢?難道是我的腳重口味? 因為冬天人的腳皮比較硬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浸泡溫泉池 把腳趴一下,讓它熱一點 才可以去餵魚 現在我要去體驗了 導演,可否先試一個較稠的? 在給魚魚去角質之前 別忘了,先清潔一下雙腳 洗完腳後,可以到一般溫泉池 先軟化一下自己的足部表層 效果會更好 再來,只要順著魚池的偏好 一直浸下去,就可以達到去角質和按摩的效果 好,就讓Erica快點來體驗一下 好,我現在要接受挑戰了 其實每一個池魚裡面 裡面也有一個牌子 去解釋給你聽裡面是甚麼魚 現在我第一個試的就是Level 1 這種魚是猛牙的 叫做小頭氣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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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又說是Level 1 是我自己嚇到自己 其實也不痛 有點痕癢 但我不太喜歡這個感覺 慘了,Level 1已經這樣 導演叫我放鬆點去浸腳 你告訴我怎麼放鬆 為什麼有這麼多條魚在咬你 我現在很緊張 沒試過有這麼多活生生的魚 在咬我的腳 其實慢慢適應又不痛 但感覺是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好,剛剛試完BB Level 現在升少許級了 現在池裡面的魚叫做黑旋風 它比剛才那些大條一點 還有我感覺… 可能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它好像游得快一點 它好像快點下來吧… 我要吃你… 我不敢下去 剛才過的體驗是靜止很多 它們溫柔很多 現在這些黑旋風 是真的好像它的名字 很快地吸… 不過現在人靜下來 其實它是痛的 只不過是你真的感受到 它吸絕的程度 是很踴躍的 這刻的旋風 怎麼辦 現在試第二個已經弄成這樣 它離這麼遠 都知道腳是食物 很厲害 原來它們的專長叫做小竹墊 它真的有一點吸絕的感覺 好像真的是觸電的感覺 原理是來自於… 因為池料跟牠牙齒很細 牠在咬的過程 順便就刮腳皮了 按摩跟刺腳 就雙重效果就會出來 選對魚種以後 效果才會好 因為魚是聞味道在吃的 味道越重 魚越多 所以在吃魚叫做重口味 這個池裡面的魚呢 是這個店裡的老員工 叫做肯露竹 它是全場最大條的 我已經是… 中極挑戰 你看它多大條 如果剛才吵味 我只看著牠而已 牠已經看著在那裡… 這樣 你叫我怎樣把腳放進去 這種魚是有牙齒的 所以感覺跟剛才是很不同的 它這個觸電的感覺 是觸電中的觸電 快要電死了 快要電死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 暫時還沒有那麼恐怖 不,來了,感覺到了 我覺得這次的體驗 應該真的是我人生中 很特別的一次體驗 來到台灣 因為我真的人生 沒試過浸泡這種溫泉魚 我覺得現在我的腳應該真的很滑溜 從來沒有一種感覺 是覺得原來我的腳是美食 你看牠們是虎視眈眈的看著我的腳 這裡就是烏來山區 全新森林系的劏屋 這裡不是溫泉酒店 只是做劏屋而已 不過就強調 可以跟大自然零距離 搭棚的建築 其實是用了泰亞族傳統家的設計 去呼應當地原住民的文化 這裡更加是2021年才推出的全新湯屋 提供遊客五種森林系的湯屋 不同於溫泉酒店 湯屋更加是2021年才推出的全新湯屋 提供沒有打算在這裡住宿的旅客 亦都可以享受頂級浸湯的機會 今天我們就要來幫大家開箱這個頂級湯屋 聽說他們不但為湯屋高級 配搭的餐食都相當有特色 這裏是湯屋的湯屋 大概有24平方米 主要的觀景就是山的 你看看 完全沒有窗 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風 和外面的蒜蓉味 還有,好像真的在大自然泡溫泉一樣 這裡也用了當地原住民的窒息 去打造這間房 好了,別說太多了 我們現在要浸溫泉了 在園區漫步的路途中 一定會經過這裡最知名的打卡點 紅之聖堂 有窄有長的走廊 配合著兩則自然材質的場面 通往前方綠柔柔的景致 好像自己正準備 走進一個世外桃源的感覺 真的非常有儀式感 每天下午都有屬於 這間湯屋的生活儀式表演 透過古老的舞蹈 達到冥想放鬆的感覺 這裡的美食 也注入了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浸溫泉 無論是便宜還是貴 他們都一定會配一些特色的美食 所以浸溫泉也要嘗試他們的食物 在這裡被大自然擁抱到浸溫泉 我們今天應該不是要去找野溪溫泉吧 不過可以看著這個青山綠水的景致 浸溫泉也好像挺好 這裡就是烏來 它有一份世外桃源的安逸感 不過它跟北方不同 他們的溫泉是碳酸泉 即是台灣人叫的美人湯 我現在置身的這一間 就是烏來很高級的溫泉酒店 你知不知道 牧村托哉和大導演吳宇森 都在這裡拍過廣告的 今天我就要來享受一下 做大明星的感覺 這間酒店 check-in的服務人員 會直接到客人身邊辦理入住手續 並提供三款精油 給客人挑選房裡的氣味 在台灣的溫泉酒店裡 只有這一間才有這麼貼心的服務 走進大廳 就會見到很多台灣原住民的元素 好像門口裂開的大石 就呼應著泰雅族的起源傳說 那些柱就融入了石板屋的元素 雖然不像很多大型的酒店 大廳這麼宏偉 但這種這麼靜靜的感覺 更加吸引人 這個酒店總共有23間房 而這裡就是他們最熱門的山水客房 大概有36平方米 這裡還擺放了一個原住民的桃藤堡 你看,這裡有梳化 我就可以慢慢坐在這裡 享受外面的山和溪的景色 還有,酒店很貼心 那裡放了幾本書 適合我這些喜歡提書的人 我說了這麼久 你一定會問我,館廚在哪裡 這裡就是今天的重球器 是我最愛的溫泉池 你看看外面多漂亮 你想想有多可,可以在室外 都可以像室外浸溫泉的感受 還有,這裡是完全給旅人的雪包 真的像去到戶外一樣 而且我很喜歡這間酒店 充滿原住民的材料 還有,這裡的服務真的很好 而且他們會提供不同的精油 讓你去選擇 所以這麼遠上來也是值得的 最值得呢,真的是這個 酒店結合湯池最棒的就是保佑自己的私隱 和家人朋友一起來 都可以享有寧靜、私密的空間 自然石材堆砌的浴室 大片的景觀窗,盡收室外的山水 令自己就算在室內泡湯 也好像身處在自然之中 真是一種很棒的溫泉體驗 這個第一名,你真是當之無愧 雖然說,浸溫泉一直都是非常高檔的享受 但在台灣也算是一種生活態度 除了有高檔酒店的私人湯肉 頂級湯屋的新心靈享宴 還有大眾平易近人的便宜享受 當然,還有更加特別的溫泉魚去角質 帶來的視覺和感官刺激 乾式溫泉的熱按摩 令你大汗、小汗 泥漿溫泉浴,細緻你肌膚的每一寸 享受泡湯真的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快入冬吧 不如一起規劃一下你的台灣溫泉之旅 我會有很多人的心靜 你愛你,天啊 你,天啊 我會做一下 我會做一下 你,你,你… 我會做一下 你,你會做一下